画面中可以看到有市民骑士占用车道同时起步向前冲 其中有人为戴安全帽还有人全身后仰在飙车 而这样竞速飙车的危险行径就出现在台11扁县花莲丰平路三段上 他们可能就是想要刚改完车 然后会想要去测试一下自己车子的性能 然后最快可以到哪里 那其实这样的举动也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都会选在那种合法封闭的场所 在地经名指出从17年前台11扁县拖宽之后 该路段的车速就变得很快 由于道路笔直宽敞 每到周末晚上都会听到改装车奔驰的声音 希望有关单位能够加强管制 刚刚刚我们的路面标车 今天半夜的时候真的很吵 很早就叫车什么的 摩托车 我都会 幸福一大 都上级 能够管制一下 真的安全 最重要的 打到我们都念兵呢 经调阅沿线路口监视器 目前已锁定相关涉案人 依法侦办 并加强该路段巡逻击查 目前警方已经锁定相关涉案人依法侦办中 如果确定违法 恐将面临道路交管处罚条例 43条除3万元以上 9万元以下罚还 呼吁民众切勿以申视法 原事新闻 在罗比斯华林寿风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